苗复和云伟高校攀主镇江坤新节目《笑里相迎收视率三连生》 文马庆云 6月8日晚9点33分分,老象征演员江坤操持的象征喜剧综艺节目《笑里相迎》开始了第三期的播放 当晚收视率方面的最好成绩一度坐稳同时段位是综艺节目的第七名 《笑里相迎》主打邀请老中青相声演员来表演外加来聊天的方式进行 主持人李丁、球英俊插科大混,为节目收视率稳中求生带来保障 当晚嘉宾方面,分别是何伟、何云伟、高小攀和清剧社的描写 因为有三位青年象征演员的加持 当晚直播关注度0.1190%,市场占有率0.7599% 这一成绩,相对前两期而言,有着稳步的提升 《笑里相迎》首期节目,直播关注度0096%,市场占有率0.6320% 第二期的节目,则直播关注度,提升为0.1102%,市场占有率,也稳步提升为0.7240% 第三期当晚的直播关注度,与市场占有率较第二期相比,又有微量提升 这档主打相声元素的喜剧综艺节目,正在实现自己的收视三连声 不过,需要指出的,视角里相迎的网播情况依旧并不乐观 单期单网最高播放量至今没有突破5万人次 即使在第二期中出现郭德纲与亲和说相声的画面,但仍旧并未形成足够炒热节目的任何可能性 第三期节目虽然在收视率与占有率双向为独上纷纷获得喜报 但在其节目质量上,则与第二期几位名不见经传的相声演员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登台表演的严家宝与何云伟,和说了一段名为《家宝交明雪外语》的相声 值得注意的是,这期的节目中,相声演员何云伟继续沿用自己的一名何云伟 而在去年的某档综艺节目中,何云伟曾经去掉云字,直接署名何伟 在这段学外语的作品中,何云伟更多的是配合青年相声演员严家宝,通过英语谐音的方式取得汉语发音上的礼俗幽默 几个喜剧包袱设置并不讨巧,没有出人意料的地方,与传统的学外语相声作品中的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相去甚远,因此,无法满足相声老影迷的审美诉求 不过,何云伟不愧是德云社前德艺弟子,虽然相声剧本方面十足不过关,但演员表演卖力,为不及格作品尽心尽力了 反倒是努力表演一出较差剧本而十分卖力的样子,十分滑稽 第二个登台表演的是高小潘和自己的徒弟徐宇泽,作品是纸短情长 高小潘依旧延续自己相声的最致命缺点,不好笑,硬姗情 这位青年相声演员在口齿方面,没有过人之处,甚至于在部分罐口上存在致命缺陷 因此在相声表演过程中,语调的节奏感过分单一 甚至于有观众开玩笑说,小高老师很催眠 不过,需要重点表扬的,是高小潘的徒弟徐宇泽 这位青年相声演员虽然其貌不扬,但在节奏把控方面,颇有于千老师的风采,能够很好的为高小潘徒弟,不至于让其相声一点笑点没有 高小潘在稍后的节目访谈阶段谈到,自己更像是北京相声界的比尔盖茨 对上是阿,荣资阿这些字眼非常熟悉,他是做老板的材料 苗富则反击道而行,认为自己不是合作老板,听到IPO等词汇就头疼 每次开董事会,就直接一句话,告诉我,这个月赚了多少,赔了多少 苗富称,自己更享受作为相声演员的状态 他和青年相声演员马凯强第三个出场,表演的相声名为职业用语 这是一段传统相声,魏老一辈相声演员到西安演出时候,授权苗富青剧社可以当台表演的 职业用语讲的是一个请客吃饭的故事 席间,东道主用很多医学用语介绍饭菜,最终造成被请客的人没有胃口 这段传统相声,因为有钱做比对,因此显得苗富方面并未有任何笑点上的创新 相反,在兔子发音方面,苗富确实还有非常之大的提高空间 这其中,是否有普通话与陕西方言有别的原因在里边,不得而知 值得注意一下的,是苗富在职业用语里边,将一模一样发音为一毛一样 虽然一毛一样的发音在部分方言区也广泛存在,但作为一段主打普通话表演的相声,苗富的这种发音方式还是有待商榷的 第三期的效力相应在整体节目质量下降的前提下,却迎来了收视率和占有率的三连声 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,喜剧综艺节目的齐缺状态 市场正在等待一档真正爆笑的喜剧节目